不用截鹽油 用清水就可以把彩妝卸乾淨 这是真的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卸妆跟洗脸最近很夯的猎奇小物 我们请到我的好朋友彩妆师Zoe 一起来见证洗卸的奇迹 Zoe上次你来我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蜜粉定妆 我的粉丝都说你对我太凶了 我真是认真 认真对 我要是像平常跟你化妆在那边聊一些五四三 人家以为我在闹 对因为其实我们私底下就是蛮闹的 可是我们是很认真的在研究这些东西 像Zoe牙就是我这个美容编辑水 你问节目的固定彩妆师 我的妆都是她化的 那有很多粉丝都说 我好像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 对其实都是她的功劳 那我知道啊 像你常常帮一些艺人模特化妆 可是你是不负责卸妆这件事的 对不对 一般不会卸 但是其实我们画杂质的时候 大家就在杂质上看到很多那种很夸张的妆 而且要一直换妆 对 那其实画到最后一个妆的时候 已经是超级浓了 嗯 你有时候是整个脸都是油的 对 不然就是整个脸都亮片 不过一般人不会画那种妆啊 对不对 不会啊 你现在是上节目要画那种妆 你可以跟我说 我不要 大家想看那种妆 而且还是不要好了 对 如果是画那种妆 我就会稍微问一下模特 你会不会卸 那模特可能都会说好啊 因为走不在路上啊 对走在路上 对啊 那很奇怪啊 对 那像我的 像我自己啦 你每次我下完节目就是录影回家 我都会自己卸 那因为我是那种一回到家 就要赶快把妆卸掉的人 因为你看录影大概录了一整天 再加上我的皮肤很容易出油 如果我再不赶快卸 就会吐石流 对 所以呢 我就会赶快把一回到家就卸妆 那因为我卸完妆之后 我不会立刻就是洗脸啊 或者是洗澡 因为我还要忙很多的你知道 私人事情 通常我会用卸妆水 搭配化妆棉 去做就是慢慢的卸 我大概你帮我化的妆 我大概要 大概要用到那么多化妆棉吧 其实你知道化妆棉超级耗费的 所以我觉得呢 最近有一些很厉害就是 它就是用一块布 就可以直接把我的脸卸干净 而且那块布不用丢掉 还可以立刻再继续把它洗干净 继续用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最近 很流行的这个洁面布 蛮厉害的 像第一个啊 就是这种现在很流行的 这个卸妆布 就是这一条 你看相当的柔软 大小都有 你摸摸看你摸摸看 我觉得这个摸起来很像那个 很像我穿那个珊瑚绒的浴袍 或是某种毛巾的材质 我第一次拿到它的时候 我是想到那个贝克安 他女儿不是都会拿一个小兔子吗 对 那个超柔软的 对那种婴儿用的那些 那种床上的宠物啊 它就是 它就是类似那种材质 它是2013年在美国创立的 它创立的其实是一个 很意外的小故事 其实我也很希望 哪一天我可以很意外 发明一个东西 这样我就可以 后半辈子就无忧了 后半辈子就无忧了 那因为这个创办人呢 他就是有一天 他就去游泳池游泳 游完泳之后他就上岸嘛 就披上那个 就是人家就是一个浴袍 结果呢他就想说要来 就是要来卸妆啊 洗脸什么的 然后呢他就意外发现 他身体湿湿的 然后碰到这个浴袍 所以浴袍是湿的嘛 就不小心碰到他的脸 他的妆就被卸掉 就被擦掉了 他就想说 诶奇怪为什么这个浴袍碰到了水 直接可以把我脸上的妆擦掉啊 那其实他的妆 可能也没有太浓啦 因为你知道 他去游泳池 居然还带着妆去这样 他应该是就是旁边都是妆 然后那一块就掉了 就掉了对 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就不买卸妆产品 他不买什么卸妆油啊 什么潔肤水之类 他就开始有实验的精神 他就开始去买很多很多的浴袍 不停买浴袍 对他就开始不停买浴袍 然后呢每天就沾湿 去测试 诶这个浴袍的卸妆效果怎么样 这一阵子他就发现 这个材质 就是天下无敌好用的卸妆布 所以呢他就发明了这个卸妆布之后呢 你知道他怎么生产 他的外婆就每天在自己家 帮他就是裁就是去车 就车成像这样的布 就开始成立品牌 开始卖给大家 好厉害 对啊我就想说 这个布真的是很神奇耶 那后来我经过研究啊 原来是他这个布的这个纤维 你摸摸看真的 他的这个纤维 其实我们肉眼看 对啊 我们肉 我们就是常常就是这样 一直这样看 看 看 看傻了眼 对 看不看得到他到底有那一 就是看得到一根 一根一根的 对 但是真的看不到耶 看不到 好 因为他的这个纤维啊 其实他说标榜非常非常的细 你知道有多细吗 大概是我们一根头发的 五十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细 所以他真的可以就是伸入毛孔 后来我听说啊他们就说 那个创办人其实有一个灵感发想 因为他就想说为什么这个毛这个纤维可以把我们彩妆卸干净呢 因为他说你有发现吗 壁虎 这个动物 他爬在那个 他为什么他可以爬在那个 爬在天花板上不会掉下来 是他的爪子上面有吸盘吗 没有 他的爪子上面其实他的手这边 有绒毛 对 是绒毛 一堆绒毛 所以他吸在那个你知道 吸在天花板 吸在墙壁不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绒毛就是把我们的彩妆吸出来的原理 我怎么觉得 我很像在怒十万个为什么 对你知道 就是我就是你知道有点你知道 身为美容编辑我就要去了解它的原理 你就是一定要就是很了解透顶的人 可是大家千万不要去抓壁虎用来卸妆 因为这行为有点 有点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灵感其实是还蛮起来有致的 不是乱想的 所以那这个怎么用呢 你知道怎么用吧 因为你已经用过了我知道 它就是有大条和小条的嘛 对 但基本上我的脸我喜欢用小条 为什么 因为小条它就是可以针对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因为大条你不觉得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很容易因为它很大 然后就是随便这样写 就是心理作用 因为我比较大而化之 我喜欢那种妈妈的大块布 好那我问你你都怎么卸 我就是呢好 就是呢因为这个是干的嘛 干的你知道任何干的东西摩擦力都太大 不能直接在我们皮肤上面弄 所以它一定要沾湿 所以呢这个卸妆布 它不用加什么一些卸妆油啊 什么潜布水 它就是加清水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清水 它就是要完全禁湿 那我就禁了哦 禁了 好我就禁湿了 我就把它禁湿了 那其实呢它是说你最好是禁温水 因为你知道温水又可以把这些彩妆更容易卸得干净 它的热度会让那个彩妆溶解一点 禁湿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让它湿一点 不要拧得太干 对 这个这样卸妆效果就超好的 你真的很有心得 你真的有使用 我有 因为我上次跟你 我上次录完影我回家就是直接 然后那好啦我就比较搓 因为我就想说假设这就是我的脸 我的右边就用我的右脸 左边就用我的嘴 我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啊 这样子先会用手指头这样勾起来一个小部分 然后就卸一些就是比较局部的地方 然后大面积就是用擦拭 轻轻的擦 真的粉底都下来了 一下就下来了 那你怎么擦 你要不要擦 他给他看 我现在可以卸妆吗 可是那我接下来那么多产品该怎么办 那整集完全是素颜的情况 对 因为素颜 反正我觉得因为是很大的毛巾 我喜欢这样子 对 我就用擦的 我觉得大毛巾好好用哦 就想说 我觉得这条毛巾真的保有 因为它大概擦个几次 我的彩妆就不在脸上了 就在这个布上面了 所以呢我就是只要洗这块布就好了 然后而且我可以用很粗暴的方式 去洗这块布 因为我的就是比较粗暴一点 所以我的脸就要轻一点 就用这个慢慢卸 然后呢所有的妆在这上面 所以就是用一些洗洁镜啊 就是搓一搓就把它搓掉 然后把它挂在毛巾下上就干了 明天就可以用哪里卸妆 完全没有用到任何化学的那些卸妆油啊 或是洗面乳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蛮好用的耶 我自己最近也用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了 那你觉得是有什么心得就是以彩妆师 专业认真的彩妆师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啊我觉得像你大的 通常喜欢用大条的都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快 对我就是而且就比较大耳化 对所以每个人个性不同 但是我今天就分享小条好了 好小条 对也是禁止 所以小条也是可以洗整脸吗 当然啊我们女生的脸都那么小巧 对小巧对 对啊女生脸都小小的啊 根本就是大条可能就是它可以用的次数啊 或是洗身体 就是有的妆有的妆会到这 对啊等一下我分享大条的 好好好 然后小条的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正反面 正反面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怎么说怎么说 这个正面啊它的毛比较短 然后反面自己有这个标签的这个 标签的这个 它的毛就会比较长 那我们卸妆的时候呢 第一个步骤是用正面 反面再教大家它是什么 要做什么用 对 然后正面的话啊我自己啊 就会先就是先卸脸 先卸脸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卸大面肌 那你擦的时候就很简单 就像你这样子 就是先把脸颊 粉底的部分 对然后也是这边脸颊 擦干净 擦完然后额头 对擦完了以后啊 你就要想哦 嗯哼 就是第二个步骤 就是中面肌 中面肌就是眼影这一块吗 中面肌就是比如说这个凹槽 哦 和这个下眼颜 对 那你如果忘掉 有个地方突然会就是漏掉的话 你就从头顶 头顶 一直卸到下巴 哦 对对对 最头顶的部位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边呢 这边就是所谓的细节 容易漏掉的部位 不会有漏掉那一块吗 你一定没有卸 不可能卸到那边 为什么要卸这边呢 这个地方 法际线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很容易得到小粉刺 对很闷 对 因为头发 帽子 对因为它就在最边线的地方 你是洗头呢 还是要洗脸呢 都会漏到这边 那我们是不是平常就是先洗脸 再去洗澡 对 那洗完脸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洗洁剂都会 卡在这边 哦 没有洗干净 对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一定要就是 先把它这样子 就是这样 撑起来 先这个地方 对 就都要带到 你就会发现 你这边就比较不容易长小粉刺 对 然后这边完毕以后 然后就是眉毛嘛 对眉毛 眉毛卸完了以后 然后再下面一点就是眼线嘛 嗯 然后下眼睫 嗯 对不对 对对 然后鼻下 鼻下 哦你都是真的很小细节 就是你从上面到下面才不会忘记啊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鼻翼鼻下 对 然后这个 那个下巴上面的凹槽 对凹槽 凹槽 对 然后这个两边的嘴角 对 对 然后呢 第三个部分呢 嗯哼 就是最容易忽略的细节 嗯 我去或帮人家化妆的时候 很多女生啊 就是当天到 她是素颜的 但她这个地方还是黑黑的 是不是她 类线这个地方 前一个晚上一些细小的眼线 都没有细干性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她很柔软 嗯嗯 所以她就是你可以就是轻轻的就是把她这个地方带一下 对啊其实它这个里面这个毛的纤维啊 对 我们用肉眼看它其实有百万条纤维 百万上百万的那个纤维 也可以帮你深入毛细孔清洁这些残莱 对而且最主要就是像赞范刚刚说的 它非常的软 对 它就是感受不到它任何的摩擦力 对 所以像这个比较小的细节都可以很好做处理 嗯嗯 然后嘴角这个地方 对 那你刚才说就是正反面也是有不同的用法 对 反面呢就是去角质 好 我最愛的就是它去角質這個部分 因為我個人是皮膚比較容易敏感 然後不太能用真的那個磨砂膏的那種人 像以前沒有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去角質我都會自己這樣用 然後也交給模特 或者是交給我的客戶這樣子使用 我都會用那個化妝棉 然後沾化妝水 我也會輕輕的這樣按摩 就是用一般的化妝棉去摩擦 就是去角質 就是最溫和的去角質 那有它的出現呢它又更溫和了 所以我又更不容易怕說 我的皮膚遭受到磨砂會容易泛紅啊什麼的 那它這個背面它這個毛就會比較長 這個部分呢就是讓你做去角質來使用 如果我們是要洗臉的話 就用正面沒有標籤的 那去角質就是用有標籤的這一面 就是它這個背面這個有標籤的部分啊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那去角質就是反正就這樣磨一磨啊 隨便弄一弄啊 很多女生手上會有那個手指甲 所以其實你這樣撐 不是你這樣撐的時候這個指甲這邊會太硬 所以你這樣磨的時候呢 其實對皮膚也是會 是過度的傷害 對會傷害到皮膚 所以呢我自己就是發明一個小小的方法 就是你把它像壽司這樣子 這樣捲 捲起來 這樣捲 它就會變成一個壽司對不對 對一個壽司 這樣捲好了以後 然後再這樣對著 然後這邊不是有一個這個地方嗎 對對對 對我就用這個地方呢 去這樣子打鑽式的按摩 我要按摩的地方 需要去角質的地方就是鼻子 因為我個人啦 是很容易長鼻頭粉刺的 對 那我真的發現我最近鼻頭粉刺 比較沒有那麼泛濫喔 對我就是這樣按摩 這樣按摩按摩 那我覺得它很好的地方是 還可以按摩嘴巴 你說嘴唇的意思嗎 對啊現在不是很多女生都有 去嘴巴角質的嘗試了 對沒錯沒錯 你就用它啊 對 而且它又很軟 又不會抹擦 因為一般的那種 唇部去角質都是顆粒的 可能有的皮膚真的太嫩了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蠻好用的 對 對 像第二個啊 它其實也蠻像的 這個Face Hello 這個牌子 我覺得跟這個剛剛的這個截面經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個牌子的創辦人也是一個媽媽 她有三個小孩 所以你就可以想到 有三個孩子的媽媽 她生活有多麼的忙碌 所以她的做事都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那有一天呢 她就跟她一些朋友去喝下午茶 她就聽到一個很驚人的事實 她就說有一個朋友 她居然說她忙到啊 每天她根本都來不及卸妝 就躺在床上呼呼大水了 然後這個創辦人聽到的非常的震驚 她說怎麼可能會有人 沒有卸妝就直接睡了呢 所以她就想說她要研究一個就是 直接可以很簡單卸妝 你就可以不管什麼事情 就去睡的一個產品 那因為她自己本身呢 是做一個纖維技術的人 就是她對於一些纖維的布料 也很有研究 所以她就發明了這個 用這個纖維布去做卸妝 那她一樣就是 使用之前呢 就是也是把它沾水 沾濕 她就可以也是用擦拭的方式 就可以把一些臉上的一些殘妝 全部都洗卸乾淨 那重點是她也標榜 她可以卸濃妝 我覺得她卸濃妝的效果 應該也蠻好 那要卸濃妝怎麼卸呢 一樣就是沾濕 把這個沾濕的這個棉布 按在你的眼妝 唱六次hello hello 6次 然後拿下來 妝就卸掉了 唱6次 對 唱6次 那也還蠻不錯的 每天心情都很好 對 她其實應該是有一點像卸妝海綿 對 對不對 她比較厚一點 對 而且她好像中間有什麼 中間有一些海綿 就是有一點端一端的彈性 她這個纖維裡面 她也是標榜 她的纖維非常非常的細 大概也是頭髮的 就是一百分之一 所以也可以深入那個毛細孔 把一些彩妝 對 其實就是一樣的原理 所以就是這種纖維布的材質 那你自己覺得這個facehello如何呢 其實這類的產品啊 其實他們用的就是人力都是差不多的 對 然後呢像這個呢 它就是比較小 它就是這樣子更小一點點 而且它的毛比較長 對 它是說啦 就是你要想像中 因為我們家的水 所以水呢 可以把這些彩妝慢慢拉上來 就是把它溶解一下 然後呢 是不是 你再藉由這個纖維慢慢把它帶走 其實雖然是一個步驟 其實你要想像 你的臉跟這個一接觸之後 經過這個兩個步驟 就把它彩妝帶下來 因為你有這樣的想像和感受 你自然就不會因為匆忙啊 還是可能突然有其他的事情 對 然後就卸太用力 對 那我覺得 因為他們這個可以 真的是可以重複反覆的使用 然後就是要把它洗乾淨對不對 對 我覺得它就是很環保啦 對 很環保 真的 而且它就是不含螢光劑啊 也不會加任何的一些化學成分 對 那它的這個毛也是一種抗菌的纖維 品牌是標榜啊 就是你可能一兩個禮拜 可以放在洗衣機洗一下 對 就大洗 可是這個東西我放在洗衣機 我無法耶 就是我 我都把它當成就是它是我的貼身物品 雖然我們女生的內衣內褲也是熟悉 對 因為上次因為這個話題我跟我同時在討論 到底什麼東西能丟洗衣機 你知道 真的要開另外一個節目 對 知道 那我們下次如果大家 我覺得什麼東西可以丟洗衣機 什麼東西不能丟洗衣機 真的要開個話題講 對 所以因為今天那個導演一直說我們講太久了 所以呢就是這個 現在就是我們就是介紹這個市面上現在真的很流行的環保卸妝布 卸妝布洗眼鏡看怎麼說 就是這兩個牌子真的是蠻好的就是可以一直不一樣的重複型 推薦給大家 對 推薦給大家 其實我們今天要做一集的 然後我們進來的東西其實大概也有 不會很多 可是光這兩個小東西小玩意兒 我們都講了很久對不對 那怎麼辦 就把它弄成一集 那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東西實在太多 而且剛剛我沒有料到 Zoe她會講出這麼多花出來 花俏的東西 對 她講了很多很實用的東西 連我都非常的驚豔 那這樣好了 我們今天呢就先錄完這兩集 就是這個加水可以環保用一直不斷使用的這種潔膚精 那其他的洗臉卸妝小物 我們就下一次再來說 下一集再分享喔 對 下一集再分享喔 如果你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的問題 以及想要follow我們接下來講的一些卸妝洗臉小物 請繼續follow我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喔 掰掰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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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